我们还是继续看一些数字啊 数字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了 百 100 那么100我们可以说 100 200 300 等等等等 那么注意啊 我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就是说无论是几百 那么100都要用圆形 也就是说不加s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400 我们不可以说400 这样不对啊 我们应该说400 那么下面有几个例子 希望大家拿出笔来 然后听着我的读音 然后把数字写下来 No.1 467 467 467 大家写对了吗 400 400 那么67我们知道60 60 再加上一个7 7 那么467 467 接下来 709 709 709 那么700 700 那么10位没有 那我们直接就把各位的数字 说出来就可以了 别忘了中间加一个and 709 709 下面 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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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933 next one 990 990 90 90 那么990可以说 990 最后一个 101 100 100 100 大家肯定能听出来 100 and 1 就是1 因此是101 你们都写对了吗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学一个 by 下一位就应该是千 那我们看一下千是怎样说的 thousand thousand 那么发音的时候 首先要注意 它的 辅音发音 th th 在这里面发的是 th 那么下一个原因 out 不要读成 thousand thousand 嗯 这样不正确啊 out thousand thousand 啊 这要注意一下 那么一千 one thousand 两千 two thousand 三千 three thousand 等等等等啊 我就不继续往上说了 那么 one thousand two thousand three thousand 和百 hundred是一样的 那么无论是几千 大家都注意啊 thousand 后面都用的是原型 不可以加上s 这一点大家千万要记住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一些数字啊 六千 six thousand 七千 seven thousand 八千 eight thousand 那么九千 nine thousand ok 数字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 i hope you work hard at home 那希望你们在家啊 多学习 多努力 ok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你 感谢观看